国王为了挑选出最美的女人 他命令手下搬来一套模具 以此来考验三位候选人 他们分别是 来自巴索拉的甜心公主翠花 埃及的蛇仙美人安琪拉 以及伊斯坦公主王尔压 可由于三位公主实在美艳动人 对于难题都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国王非常的满意 接着让三人第二项测试 就是从搬来的模具中 挑选出最具有黄金比例的身材 但没想到公主们都是黄金比例身材 该胖的地方都胖 该瘦的地方都完美 无一例子 接着国王表示 要想做我的女人 不仅要有无双的智慧和美貌 还要有过人的勇气与胆识 没一会大殿之上 就出现了三个奴隶 在国王的命令下 三个奴隶端起了酒杯 一眼而下后 其中一个直接倒地不起 这国王要让他们选一杯喝下时 蛇仙美人安琪拉 第一个选择放弃 国王也没有为难他们 说现在放弃也不会怪罪他们 安琪拉离开后 刚刚虽然小甜心被吓到 但她还不想放弃 于是不意让二鸭先喝 没想到二鸭非常勇猛 随便端起一杯一眼而下 扔你喝下 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 这时二鸭端起第二杯一眼 竟然什么事也没发生 当她端起第三杯喝下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二鸭依然没有倒下 原来二鸭早就得知 场测试 不仅考验了勇气 还考验了智慧 二鸭的聪明深的国王喜欢 当场就封为了王后 但令国王没想到的是 这位公主将会给她戴绿帽子 梅艳王后因为给国王戴绿帽子 二鸭也沦为了接下球 幸运的是一个侍女侥幸逃掉 还在路上遇见了骑士雷诺 雷公主对接位置 侍女就彻底没了呼吸 属下见她有救人的意思 于是建议她不要蹚浑水 但出于骑士精神 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办到 不一会雷诺就召集人马 通过蛛丝马计合 才一个回合 就被雷诺打得屁股尿流 强盗头子见识不尿 直接带着公主逃离 并选了一个一手难攻的地方 雷诺追到山脚下后 属下看见能要折损过半 雷诺为了手下考虑 选择单枪匹马上去谈判 强盗头子也很识趣 于是提议让雷诺出嫁买回公主 还特意让雷诺先验验货 见到公主后 雷诺也惊呆了 直接被公主的容貌所折服 很快就用一百头羊作为交换 为了两国的和平 雷诺还担任使者 亲自送公主去王国竞选 到了希腊王国边境后 公主再次提出私奔 但雷诺还是坚定了立场 没有和公主逃跑 很快希腊使者前来迎接 看着公主的远去 雷诺才意识到 自己对于公主的爱是不可割舍的 于是他就用使者的身份 刻意参加了王后竞选赛 而他的举动 也被有心人所看见 未能夺得王后的小甜心 很快就悄悄进宫告密 说是二鸭与使者有一腿 但国王实在是太喜欢二鸭 于是就派人催促雷诺尽快离开 就在雷诺离开时 公主的侍女找到了雷诺 并约见他在王宫见面 而他们见面一世 很快抵爱于雷诺使者的身份 只能将他尽快驱逐 而二鸭就必须处于死刑 王后被国王处以巅刑 一个男人突然站出为他受罚 按照这个国家的法令 男人的提议是 二鸭接着还要被砍头 这时几个乞丐突然站出书道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乞丐有权享有女死刑犯一夜的权利 国王见有人提出要求 直接下令将二鸭 但让雷诺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都是国王安排的 就在他们逃出王国不久后 路上休息时 水袋就被人给射破了 没有水源的攻击 加上雷诺重伤在身 很快雷诺就因此而晕倒 就在二鸭寻找到水源时 但二鸭为了心爱的人 还是选择与雷诺私奔 这时布拉德扔出一袋金子 还留下一句话 你迟早会来找我的 二鸭不解什么意思 很快他就明白了 泼着重的黄金 村民们还是不敢得罪国王 就在二鸭出来后 他发现了身后有骑兵 跟着他被逼无奈的二鸭 最后只能回去找布拉德 布拉德还是很喜欢他的 作为交换 布拉德请来了名医 救治雷诺 或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伤心地回到自己国家 本以为这是最后的道别 却不知将来 因为王公的一场变故 让他们最后破镜重圆 当二鸭回归王公后 让小甜心非常忙碌 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最终还是没能当上王后 于是他联合大 好在护卫队比较中心 在他们的保护下 布拉德得以逃出了王公 而他们逃离的方向 正是雷诺所在的国家 大将军为了稳固王位 还亲自派兵追杀 逃跑过程中 二鸭与国王走散 幸运的是他被雷诺手下所救 而手下正好认识他 很快二鸭就见到了雷诺 在二鸭将军部队很快被包围 雷诺的一声令下 大将军当场被杀死 由于立下大功 布拉德不仅与雷诺的国家交好 还把二鸭让了出来 同意他们永远都在一起 而策划叛乱的小甜心 因为大将军的叛变失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